好,同学们,下面我们来看例五,将一到六这六个数字分别填入下图的六个圆圈内,使得三条直线上的数字之和都相等,这个三个,这三个和这三个,数字之和要相等。 好了,看到了这个,发现,哦,这个图也很奇怪,对吧?没有中心,也不是一圈,当然,仍然是一个符合型的数字图。 但是无论如何,其实前面的题目也说了,最最关键的就是要找到那个重叠的位置,对吗? 对。 那在这里面,重叠的位置在哪呢? 中间那三个。 这三个呢,步伐我用A,B,C来表示,那你会发现,一共会有三个和,一,二,三,会有三个和,对不对? 对。 那三个和算完了以后,应该是三乘一个12和,这个12和是多少? 比如说,我用K来表示,那么整个的和就应该是3K。 好了,那另外一方面再看,每一个数是不是都被算上了? 是的。 那如果一个数都被算一遍,那算出来的结果应该是多少? 嗯,应该是A加B加B加。 一个数都算一遍? 哦,那就应该是21。 那就应该是1加到6的21,对不对? 对。 然后再加上一个ABC的和,因为它们是被多算了一遍。 好了,那有了这样的一个式子之后,我们仔细再观察,ABC到底应该填谁呢? 这是不是成为这道题解题最关键的地方了? 是。 那3K,无论K是谁,就是K肯定是个整数啊。 那3乘K一定得是谁的倍数呢? 3的倍数。 3的倍数。 那21呢? 21也是3的倍数。 哦,那谁加起来做3呢? 3不行啊,嗯,那就9。 嗯,3不行就是9了啊。 啊,还有6。 嗯,好吧,圆圆啊,你的思维可真具有跳远性啊。 3不行,那是因为加不出来,对不对? 对。 那下一个应该是谁? 6。 6,6能不能加得出来? 能。 能的,比如说? 1,2,3。 嗯,2,3就可以了,对不对? 对。 当A加B加C的和等于6的时候, 那么此时会发现21加6应该等于? 嗯,27。 27。 27是3K,所以K等于? 9。 9。 这是不是就出来一组呢? 是的。 那也就是把1,2,3填在中间,使得每条线上三个数的和是9。 接着,6再往上是几呢? 9。 9。 如果ABC的和等于9, 那么21加9应该等于? 30。 30。 而3K等于30,所以K等于10。 再往上呢? 嗯,那就是12。 12。 那此时K应该等于7呢? 等于11。 那再往上呢? 嗯,那个是15。 15。 而此时K等于几呢? 12。 K等于12。 那再往上呢? 嗯,大概是18。 18。 那再往上21。 哎,那这个无穷多组啊。 哦。 哦,那这个今天甭回家了。 好吧,又一直在这算,一又算上去,发现无穷多组。 好像不行。 哎,这时候要想了,真的有无穷多组吗? 不是。 你的数一定是哪里的数啊? 123456。 123456的数啊。 所以你的ABC这三个数能无限的大吗? 不行。 那最大最大能到谁呢? 最大最大是456相加等于15。 456相加等于15。 算到15就顶天了,对不对? 所以到了15你就不用再往上算了。 那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呢? 在6、9、12、15这四种情况之下,把每一种的情况你都填出来一种。 好了,同学们,这个任务交给大家,三评一下吧。 怎么样? 你填完了吗? 数证图不要怕计算,也不要怕试验,因为很多时候就在你的试验之中,结果就会出现。 好了,我们来看看详细的解题过程。 1到6的核加上ABC等于整个的每条线的核乘3。 所以此时可以分析出来,这个核如果等于9, A加B加C如果等于6,那么核就是等于9。 而此时ABC的填法就只有1、2、3,那么是可以填得出来的。 接着,如果A加B加C的核等于, 刚才是A加B加C等于6, 现在是A加B加C等于9, 此时核是等于10。 那9可以拆成135, 所以这个也可以填得出来, 这是第二种了。 那接着,第三种就是ABC的核等于12, 而每条线上的核等于11。 OK,可行。 接着,A加B加C的核等于15, 而每条线上的核等于12, 这个也可行。 怎么样,同学们, 这四种我们是不是都把它填出来了? 是的。 好了,随后再来看看这四个, 看看你都填出来了吗? 好了,在这道题当中, 嘉嘉老师要跟同学们说的, 你会发现我们其实就利用了A加B加C, 一定得是三的倍数, 再结合它的最值来进行估计, 对吗? 对。 我们就能够把它的范围给确定下来了。